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梁说故事 前段时间,宋忠基的卷发新造型上了热搜 再次引发万千名媚疯狂追捧 都说只有能够驾驭得了各种造型的人 才能算得上是满分帅哥 那么在今天要推荐的这部电影《狼少年》中 你会给宋忠基的狼人造型打几分呢? 故事的女主人公名叫金淳一 打算在美国度过余生的她这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淳一在韩国老家的一栋房子即将被贩卖 但由于那栋房子承载了一段美好记忆 因此她决定返回韩国 最后再回味一次过往的时光 她一下飞机就见到了前来接机的孙女 祖孙二人来到老房子前 面对已经斑驳的建筑 她对孙女讲起了过去的故事 在47年前,淳一和家人搬到这栋房子居住 由于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加上家中没有男丁 因此父亲同事的儿子多金男一同前来 对金家人多有照顾 只是这份照顾并不是出于父辈的多年情谊 而是出于对淳一的爱慕之心 很快夜幕降临 淳一发现了一间小黑屋 就在金屋查看之时 她遇见了狼少年 也许是太久没有见过人类 出于野兽的本能 狼少年在淳一惊吓过度之前就逃走了 直到第二天 淳一和金母才在院子里见到她 由于狼少年的外表是人类的样子 因此金母直当她是走失的少年 试图通过警方寻找 愿意收留她的收容所 她为狼少年起名为哲秀 打算在等待回音的这段时间里 暂时将她收留在家里 家中突然添了男丁 方方面面自然就变了许多 哲秀在家中帮了许多忙 包括搬运重物 甚至帮助淳一逃避多吉男的骚扰 久而久之淳一家开始接纳了哲秀 而淳一也开始试图以训狗手册为标准 来规范哲秀的行为 开始的时候 哲秀不慎咬上了淳一 但相对的油然而生的愧疚 使得她对淳一开始摆一摆顺起来 一皮放荡不羁的狼 就这样被一个少女 以训狗的方式驯服了 淳一为哲秀理了发 带她上集市逛街 弹吉他 唱歌给她听 甚至试图教她学会说话写字 渐渐地她开始依赖哲秀的存在 希望她不会被收留 从而能够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为此她甚至回绝了收容所的邀请 照天夜里多吉男再次敲咪咪地找上门 机微直白地逼迫淳一嫁给自己 哲秀见多吉男一副死皮烂脸的样子 加上淳一很受为难的表情 顿时诺忧心生 第一次在淳一面前化身狼人 吓跑了多吉男 此时很快被当地警方得知 出于人身安全考虑 哲秀被锁在了小黑屋里 金家人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 但只有淳一仍然会和她一起相处 甚至中途还将她偷偷存小黑屋中释放了出来 淳一在户外因为身体不适突然晕倒 此时恰逢金母出门 哲秀抱着淳一求救无果 只得四处奔走 金母回家之后见不到淳一 只得叫上多吉男和警察一起四处搜寻 人们在树林中发现了二人 而哲秀的行为也再次被误以为是意图袭击人类 为了调查哲秀的身世背景 多吉男找来了一位研究狼人的教授 经过教授研究之后 确认哲秀是暂时被遗弃的孤儿 在野外生存多年才成了今天的样子 可以确定的是 他对人类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这样的结果令多吉男愤怒 因此开始涉及陷害哲秀 他先是诬陷他生吃活羊 不仅令警方对他产生警惕心 就连淳一也开始怀疑和惧怕他 除此之外他还在哲秀面前撒谎 说淳一因为吉他坏掉而闷闷不乐 并且趁机释放了他 让所有人以为他再次挣脱束缚 要来袭击淳一 然而淳一看着向自己解释的哲秀 瞬间就明白了他的心意 以及多吉男的阴谋 眼见多吉男带着持厢警察逼近 淳一挺身而出要保护哲秀 这一举动却是使得多吉男恼羞成怒 觉得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 因此他开始对淳一拳脚相夹 哲秀见状瞬间暴怒 进而再次化身狼人 这一次他直接冲上前咬死了多吉男 吓坏了在场所有人 冷静下来之后 哲秀抱着受惊的淳一逃走了 淳一终于明白 哲秀失去冷静 判若两人的样子 其实仅仅只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 从而试图保护自己的表现 于是他决定 他也要靠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哲秀 一夜过后 人们上山寻找淳一 看着眼前已经是人类社会中杀人犯的哲秀 淳一下狠心责骂了他 将他骂走之后 自己则是回到了家 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金家人决定再次搬家 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临走前 淳一在小黑屋中留下一张字条 就跟着家人离开了 直到47年过去 年事已高的淳一 才再次回到了这里 出于对哲秀的怀念 淳一请求让自己在这里住上一晚 第二天再处理卖房子的事情 这一夜淳一彻夜难眠 出于思念哲秀的心理 他来到小黑屋 却惊喜地发现小黑屋中亮着灯光 几番纠结之后 他还是推门进去 就这样与容颜不老的哲秀再度重逢 47年过去了 淳一已是白发苍苍 但在哲秀的眼里 却还是那个最初美好的样子 哲秀的手中 一直拿着一张内容为 等我回来的字条 那是淳一离开之前留下的 因此哲秀才一直住在小黑屋中 等着淳一 就这样一直等了47年 在这段时间内 哲秀甚至学会了说话写字 已经与寻常人类没有什么两样了 愧疚和心疼顿时涌上心头 淳一告诉哲秀 他不需要再等着自己了 这一夜淳一在哲秀的声音中入睡 直到次日醒来 才发现哲秀刻意躲着自己 淳一和孙女开车离开了老房子 临行前他决定不再贩卖这间房子 而是留给哲秀居住 故事的最后 哲秀看着缓缓驶离的车辆 他还要面对多长时间的孤独呢 狼少年存题材以及故事结构上 都与另外两部电影极其相似 一是剪刀手爱德华 二是今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水行物语 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狼少年以及剪刀手爱德华 同样是人类与怪物的爱情故事 同样是不尽圆满的可惜结局 但在男女主的人物塑造方面 两者却是极为不同的 狼少年中的淳一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女子 她有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 加上父亲过世多年 自己又不得不依靠恩人多金男的阶级生活 在很多事情上 她都缺乏一定的勇气 甚至可以说 淳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为孤独的女孩 直到哲秀出现 寄予她最为直白的陪伴与保护 才最终使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 而剪刀手爱德华中的女主佩格 显然就与淳一完全不同 她出生在一个不需要担心生计的家庭 正值青春期的她不需要为生活操心太多 但她对于爱情的认识是模糊的 她不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部分 甚至因此而错看了男友的人品 后来她遇见了爱德华才明白 爱情不是共同的欢愉和放纵 而是灵魂上的互相契合 而在男主的塑造方面 也恰恰是体现出两部电影的差距部分 剪刀手爱德华的导演是蒂姆·伯顿 由于曾经拥有一个封闭的童年 导致他的电影风格充斥着诡异惊悚的元素 但是蒂姆的人物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往往有一个骇人的外表 同时却也拥有一颗善良而柔软的心 而深究爱情的本质 讲究的不就是心与心之间的契合程度吗 有的观众认为 这两部电影的相似程度过高 前者对后者有着抄袭的嫌疑 其实电影就是如此 在学习中模仿 在模仿中学习 这是每个导演成长的必经之路 不论狼少年是否有意无意地 向剪刀手爱德华致敬 它都是一部成绩优秀的好电影 顺带一提 《水行物语》虽然与这两部电影极为相似 但是在情节方面 则是融入了更多理想化的元素 例如当女主发现自己与怪物陷入恋爱的时候 她不仅得到了身边朋友的理解 甚至最终决定远离人类社会 与怪物一起相处 他们之间不仅仅有爱情的牵绊 更多的其实是互相理解彼此的孤独 故事的最后 女主甚至有和怪物种族同化的嫌疑 导致整部电影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爱情故事 而更像是一部童话 因此狼少年与剪刀手爱德华 说的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而《水行物语》所讲述的是一个童话故事 经过时代的变迁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对于人类和异性的恋爱话题非常感兴趣 这正是来源于我们对纯粹爱情的渴望 然而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吗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去思考和发现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